我现在在雅江附近 昨天晚上我就把车停到这里的 在这里过夜 嗨大家好 我是小薇 今天我还在赶路回家 大家都知道我跟队友分开了 是我一个人回去 因为我要把这个电脑修好 我不想我的付出没有任何收获 而且还会影响到我这几年的账号 所以必须要回去 虽然这样匆匆离去有些不舍 但是队友分分合合都很正常 大家都知道小情侣夫妻都分分合合 更别说工作上的伙伴 因为环境就是这样 随时都在变化着 之前我想着停更都没关系 想站好最后这一班岗 因为马上过年了都要回家的 没想到电脑坏了就算了 还没有人帮我上传视频 所以没办法 我感恩并想珍惜生命中的所有预见 但是环境就是这样 只有努力去适应环境 努力去奋斗才能越来越好 当你站在风口的时候 还觉得很委屈 那还不如回家吧 当下就是试着生存才是唯一出路 就好像最近自由了 身边也有很多朋友羊了 如果身体好的话 折磨两天就好了 身体不好的话 就真的凉凉了 所以说一定要自己强才行 不小心按到了 它就哔哔哔响 我想说的是 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路 我都应该走得漂亮 不管有没有人陪 都不会难过 都会努力的 因为当大环境突然改变的时候 不是人人都能那么及时的去适应 就算接下来一个人走 也要走得精彩 勇往直前就对了 今天晚上就能到家了 明天我就回老家 接我妈妈到城里 就能一家人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迎接新年了 确实2020年太多的事情了 其实很多人都一样 这车气温低了 我这轮胎又在响了 可能开一会会好一点 放点音乐 旅行自媒体就这点好 因为我选的是自驾游 每天几乎都是在路上跑的 跟顺红说不定每天又遇见了 因为这几年我去了好几次西藏 然后云贵川 还有其他很多省份都还没去了 中国真的是太大了 我梦想的就是提到新房车 好好的环游中国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想自驾出国 到时候再看吧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能跟队友继续 都是很开心的 因为在路上就是我的梦想 之前在海拉有一次防车活动 就是这样说的 也许多稳定 我也要想自驾游 就像你们弄嘴 这样 给我 再看吧 我 跟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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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個加油站給車加滿油 再去吃點飯再接著出發 我在對面把油加好了 車停在這裡吃個午飯再走 好謝謝 最近趕路的視頻就比較碎 我回家的視頻也碎 好像在路上的也碎 爭取以後不要那麼碎 中午吃個青椒肉絲 吃好午飯 現在準備接著出發 喝個水 很多人說我喝這個 要長胡子 準備開車了 不拍攝了 明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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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